你错了 贾铃他只是作为原来的自己 大家有没有发现 热热滚烫里面电影里面的贾铃 跟现实生活中的贾铃 他们同时共同完成了一个任务 减肥100斤之后 贾铃的说法语气 跟语素语调 还有神情 以及这种逻辑思维 似乎有了大变 他在出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的人神情语素 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那么以前贾铃肥胖 炎炎的脸 两个小酒窝 大变大脸 笑声洪亮有力 那么现在的贾铃是有种多愁善感 像《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一样 让人有一种想要保护他的冲动 反正现在给我的感觉 好像贾铃是从《红楼梦》走出来的林黛玉一样 我的解读是什么呢 贾铃要拍摄乐人这个角色 跟现实生活中的贾铃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 现实生活下里是事业有成 性格开朗 那是人见人爱 在演艺前里面还是比较 素人尊敬的那种成功人士 但是电影中的乐颖 是一个非常自卑 自暴自弃 然后没有人喜欢他的这种贾送 那么乐人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遭到了他男朋友的背伴 家里人的不爱 是一个生活上的失败者 他肥胖 他自卑 他几乎得不到人家的帮助 最后连出走都显得那么的苍白 无力 而且他不爱跟人家交流 自闭 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那么贾铃要拍这部电影呢 必须从肉体上 从精神上要改变乐人的这个整个的社会观 这个整个的生活状态 但生活中的贾铃呢 我刚才说了啊 他说是四叶有成 多么强大 多么阳光啊 他演的小品 演的电影都深述 观众的喜爱 所以他想要改变这个乐人这个角色 想要潜心潜意 投又进去演绎这个乐人的角色的话 那么他从肉体上 从精神上 要彻底来个360度的大回转 显然这对贾铃来说 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难度非常高的挑战 另外还有网友说 就是人肥胖的时候 是比较阳光的 比较自信的 当然不是肥胖到顶点那一种 就是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对生活是比较积极乐观的 那么瘦下来之后呢 他们的内心是会产生于某一种急速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带来了精神上的变化 不值得我这种理解对不对啊 大家可以在评论季去说一下 贾铃这种变化 这个过程 你有什么看法 但是说实在的啊 我看了滚烫月娜这部电影之后啊 我两个贾铃我都喜欢 前一个贾铃乐观大方 后一个贾铃稳重 心里面有自己的小想法 对生活的方向有着坚定的眼光 所以我两个贾铃我都喜欢 瘦身以后的贾铃呢 本身散发中一种音气之美 热拉滚烫这部电影 既说有很多网友说 他是翻拍了日本一个电影叫百言之恋 我没有看过百言之恋 我不知道百言之恋里面的剧情是怎么样 但是在电影宴啊 影片结束之后 后面的策划人有一连串的名字 策划人非常之多 可能有十几个 所以我就想 这部电影这么多的策划人 是不是他们日复一夜 精心策划了这部电影 肯定是在日本电影百言之恋之上 做了一些非常重大的调整 这个人数可能就是这部电影成功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数 而无论怎么说 贾铃演了这个棍刀叶纳的这个电影啊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好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从生活的底层下面开始 向上拍摄 从一个小人物的改变开始 那么乐园在决定打钱之前 他就是一个收获失败的人 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物 那么滚烫叶纳这部电影 在描述小人们的心情 在心态的过程中 是非常细腻非常到位的 所以这种电影艺术处理的符法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当他在被别人预论的时候 他不得不结束命运 给他这样的安排 因为他无力 他无助 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这样的 贾铃的小妹 为了转正 把他拉到台上去表演一些东西 那么导演是要求 按照他的思路 他的方式是进行的 那导演这样的要求也是很正常 因为为了有舒适力 为了这个电视节目能够火爆 所以按照他的方法下期 应该是理所当言的 但是最后这个片子剪辑出来之后呢 被恶意剪辑了 剪出来东西完全不是乐园想要的东西 所以贾铃呢 是极力反对这个东西 但是为了延这个场 他还是要装自己晕倒在舞台上 然后这个镜头推过气机的时候 那么有个大特写镜头 就是乐园呢 要掉出眼泪出来 但是贾铃呢 此时此刻是灯着一个很大的眼睛 眼泪呢 你怎么样都掉不下来 此时的贾铃呢 也就是这个乐园呢 灯着很大的眼睛 他想不明白 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欺骗我 连我最亲爱的妹妹 我是想来帮他 但是他近年也欺骗了我 当想到这个时候 发现这个乐园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贾铃 这时候贾铃才爆出了一个眼泪出来 眼泪从他的眼角慢慢的流了下来 所以在整个欺骗的过程中 乐园是完成了他妹妹的心愿 但是他自己也欺骗了自己 他没想到生活是多么的艰辛 生活是多么的无奈 所以这个片段呢 是重重的描写了乐园 之前所有的实贾 到了今天 是重重的塞在山底下了 已经跌到了无可再跌的谷底里面了 但是接下来 乐园开始奋起发迹了 生活从此有了个改变的方向 而这种生活的改变又不是刻意的 而是像有一束光一样 在一个缝隙里面 这束光刚好打在了乐园的脸上 那么乐园是阴差阳错了 接受了阳光的普照 所以他的生活 从此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有些人就说 这个甲林的滚烫夜辣 是翻拍了日本的百年之恋 但是我说呢 艺术研绎生活 高于生活 艺术是有想象之助 电影也是有想象之处的 我重要是借鉴了你 但是日本的女人 跟中国的甲林 是完全不一样的精神 这种体现的精神 是对生活的理解 对生活的哲理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你说滚烫夜辣 这部电影硬翻了 一本的百年直念这个电影的吧 我其实我是不太同意这种观点的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 小沈长的夫人 在电影里面办了一个小角色 他说健身房约你出去 无非就两个目的 第一个他想让你办卡 第二个他想睡你 我们俩这个款式只能是办卡 电影放到这里的时候 我背后的一个老太太 哈哈的大笑 我估计假牙是差不多要笑出来了 所以甲林这个电影 在细节上的艺术处理 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忍人入胜 将生活跟艺术是相结合在一起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 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回味的 电影里面的浩坑这个角色 是雷佳人主演的 那因为雷佳人招商问题 就是自己拿的课不够多 本来他在比赛中是赢的 最后一场是让他去出赛 去打前级的 那这个撒一半年的老板 就把这个机会的 是让给了一个招商比较得利的小伙子 那么影片中的乐人 暗恋浩坑这个角色 为了帮助浩坑 他就想赚5000块钱给那个小伙子 跟那个小伙子说 你拿了这个5000块钱 是奖进来的 而且还不用上台 免得给人家打了鼻青年肿 这是两千奇美的办法 那么这个小伙子就对乐人说 你先转给我三个 1314 再转给我两个520 最后呢 转给我18言 那么合起来就是5000块钱了 我想说这个很好笑 很可爱的梗是什么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经常数遍上当的 那么现在的1314520啊 这些东西呢 可以看作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它不是一个付出的行为 不是一个我们有商业交易的目的的行为 所以这个电影呢 处理这个艺术细节的时候 是跟现实生活中呢 是相结合在一起 像这样的细节呢 在很多电影当中都看不到的 所以我相信这种梗啊 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场景 而且是我们中国独有的这种梗 我不相信日本它会有这种梗 因为这种本身就文化承载的能力就不一样 我们文化的底脸就奄奄超过了日本这个国度 所以日本人想跟我们比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都是非常自豪的 我们其实都可以非常骄傲的 好了 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呢 它主要是描述一个细节 就是一个底层的小人物 从一直失败的新进过程中 他通过改变自己 通过努力的改变先章 而走向了自己想要走的方向 这种励志的故事 这种励志的机型呢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人在演绎着这个过程 那么很多电影呢 也是通过这个生活啊 来将这个生活的故事 呈现大家的面前 而我觉得滚烫热辣这个电影 为什么成功呢 它处理的细节非常细腻 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认为这部影片 你值得去看 这部影片是一个好影片 你说呢 我们评论期见